大家都知道,日本呢 NHK的收費員會經常來按門鐘 但是我們家裡呢 因為是沒有天線的 所以NHK的收費員呢 基本上是沒有來過我們這裡的家 但是呢,今天好笑 NHK,他們寄了一封信給我們 那這封信上不是寫什麼呢? 這封信上不是寫著呢? 放鬆受信契約 NHK 它這裡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份contract在裡面 應該是有一個案內的,只不過是 因為我們家裡真的沒有這個天線 那麼差勁呢?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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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到電波的東西 放在家裡的話 就需要跟他們簽約 他說就這樣說 但是我們家的電視機是因為真的收不到訊號的 以為我們不懂事 以為我們不懂事想問我們 簽份合約 然後給錢 大家看看我們的電視 我們的電視是沒有天線的 我們沒有天線位的 我們是沒有的 大家看到嗎 全部是電制位 我們連天線都沒有的 因為這個 我建的那個時候 我已經知道我一定是不會看電視的 我是會看網絡電視的 但是NHK或者普通電視台 就算我看那裡是上網看 我不會用NHK的那些 公營的電波去看電視 所以我們連天線位都沒有的 真心 給大家看看 我們家的電視機 這些是YouTube 我們給個地上 看到嗎 沒有頻道的 我們看不到東西的 然後我們這個BS BS NHK 我們都是看不到的 OK 至於是 我們沒有訊號 NHK 我們是看不到的 然後CS CS 我們都是看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 也都是沒有搏天線 沒有搏線 是不是 看到嗎 全部看不到的 NHK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不要打算跟我們收錢 沒有可能的 我們一定是不會給錢 傻了 每個月幾百元都不給你 我給Netflix都不給你 你傻了 NHK 你是不是 他想收我們這個服務費 發夢 沒有可能 一定不會簽約 約支 送一份合約 過來 想跟我們收錢 沒有可能的 NHK 發你的春秋大夢 哈哈